所以最後端出的湯品是 菸肚仙 阿發師 菸肚仙正常要花多少時間 最快四個小時 如果做到好吃的 可能要八個小時 因為它那個火桶 要烤要蒸 再來熬出那個湯頭 你只有一個小時 你怎麼做啊 火桶好像有先處理過吧 火桶有先泡紹興酒去蒸過 湯品的部分是 大師兄對我的愛 這道菜都是菸肚仙 那它使用豬前腳 然後還有雞腿 然後還有清華火腿 然後去熬 這道菜其實需要非常多時間 才可以煮出一個很好的味道 但我覺得最後場比賽 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無論如何 都想把這道湯斷出來